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1972年首次人类环境会议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会中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并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 希望唤醒人类共同致力于解决迫切的环境问题 今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 只有一个地球 愿地球永续发展 人人环保赴地球 首先欢迎世界公民总会副主席洪道子博士的致辞 各位贵宾 各位好朋友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自1974年以来 世界各地在每年的6月5日 庆祝世界环境日 召集政府、企业和公民参与其中 解决紧迫的环境问题 2022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 只有一个地球 呼吁推动更清洁、更绿色、更可永续的生活方式 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 只有一个地球 这句标语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座右铭 50年过去了 人类依然必须紧扩着这个核心概念 来正视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 世界环境日呼吁及及改革 包括社会重新思考 如何善用地球有限资源 企业开发、立社、经济、农民和制造商进行可持续生产 政府投资、修复环境、教育鼓励学生采取环保、行动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提高人们对付出环境的意识与行动 行动来自想法 想法来自信念 好几个世纪以来 人类无限度地使用大自然的资源 忘却了对大地之母心怀感激 人类与大自然及万物本事相互依存的关系 却为了追求生活品质及满足欲望 而无度地开发 已违背了自然的循环与万物平衡之道 资源的过度开发 已经威胁到大自然治愈的能力 资源的过度使用与环境的破坏 使自然系统失衡 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警告说 我们正处于自我毁灭的玄欧中 若我们不改变现况 按照目前的轨迹 预计世界每天将面临1.5次灾难 或每年560次 光是今年干旱、热浪、火灾、暴雨 沙尘暴等天灾就在世界各地室内 威胁着无数人的生命 这些灾害的严重性 反映了全体世界公民采取行动 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 从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开始 以保护环境为出发 做出利重利己且有益大自然的行动 以为世界永续发展 我们都应该放下贪婪和自私自利的心态 贪婪和傲慢的滋长 往往会让人迷失良心 因此维持内心的平静 并仔细聆听良心的扑幻是很重要的 心怀永续环境未来的希望 用感恩之心思考人类与环境共存共种的良方 才能做出解救环境危机的作为 当全体世界公民有了这种觉醒 必能使当前面临危机的生态系统 恢复生机并生生不息 从改变我们的一个心恋开始 做出不同的选择 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是挽救心灵 挽救地球的关键一小步 在快适的生活与消费节奏之中 时时进行 自问 这是否是我需要的 我需要的是什么 唯有平静清明的良心浮现 可激发更多真正利己利人 解救环境危机的方法与作为 我们也应不忘时刻回归爱与良心 因为那是一切具体行为的源泉 也是驾驭各种发展模式 不偏离轨道的准神 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我们必须保护其有限的资源 运用阴阳平衡的智慧 实践良心之道 促进良心文化 太极门文化中的阴阳哲学 涵阔众生万物 与环境之间和谐与平衡的智慧 是永续未来的关键 爱与良心 是我们自身 人与人和人与环境之间 达到平衡安定的基础 更是挽救环境危机的方针 也是达至世界和平的必要解方 以带领人类走向 与环境和平共存的美好未来 呼吁全球世界公民立即采取行动 鼓励更多友好环境的作为 直指对环境有害的作法 加强护原环境的创新与发展 只有世界公民秉持良心 及时广益 关注环境影响 立即落实行动方针 才能共同应对危机 解除危机 愿我们都在生活中体现良心 实时保有感恩之心 在自己和环境中找到平衡 与全体世界公民共创一个充满 爱与和平的世界 谢谢大家 极端气候下 世界各地出现高温热让 破纪录豪雨 或是最严重干旱 疫情肆虐导致全球经济衰退 俄乌战争使粮食出现问题 种种迹象显示地球环境已失控 在台湾还有司法问题 张静律师指出 司法环境最大的污染是 法官、检察官、本位主义 加上官官相护 2022年5月9日起 在台北市举行两公约 第三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 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 并提供结论性意见及建议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 法务部内的大礼堂 台湾两公约第三次国家报告 国际审查会议 5月13号下午 在此发表一份结论性意见与建议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记者会由行政院政务委员 罗秉承主持 经过三天的审查 国际委员提出 92点结论性意见和建议 针对酷刑 国际委员表示 酷刑是具意有目的的 在他人身上或精神上 施加磨难 建议台湾将酷刑罪 纳入刑法 并由独立单位 针对可能执行酷刑的对象 进行调查 这个警察执法 是不是有进取酷刑公委 他就没办法执法 其实刚好相反 就是因为有禁止酷刑公委 可以保护每一个人 他可以在违法的状态之下 能够被对待四个人 这样子警察也不用说 太情绪性的去跟他对立 因为他知道说他是一个人 他是你的同胞 2009年台湾正式签署 人权两公约 并通过两公约施行法 但台湾的人权保障 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好 因为前三天有国际审查委员来 那我对其中一位审查委员 网织尼亚 他讲的我特别有感 因为这个网织尼亚 三次都有来 他很感叹的说 十几年来 他观察台湾的人权教育 都没有进步 他讲一个叫失败 我们整个台湾人民跟政府 我们可以反省 我们不要再让违反人权的事情发生 反正我们要让像太极门这样的 受到四分四季以上的这片案 都要怎么平反 现今台湾还在用各种酷刑 对人民进行压迫 显示官员与人民 对于国内人权的认知 存在着相当大的落差 其实政府拿出具体行动计划 让人权真正大步走 我们要外合 要在台北报导 保护面前 网税分改革 网税分改革 良心救台湾 良心救台湾 审查委员会在2013年和2017年 就建议政府在刑法中加入酷刑罪 十年过去了 这项建议人未得到落实 根据国际法的定义 酷刑即为了特定目的 故意对无能为力的个人 施加严重的疼痛或痛苦 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 只有将酷刑确定为一种单独的罪行 并给予严厉的惩罚 才能根除这种令人震恶的做法 委员会以最强烈的措辞重生 将酷刑罪纳入刑法 并给予适当的惩罚 其实我们要来看这个审查 两公益这种国际委员的审查机制 其实每一个委员 其实他都在人权的所谓的领域上 或是学养上 还有经验上都是毋庸置疑的 那可是我们来看到他的这个结论性报告 你就可以看到到就像吴志光老师 他所提的这样 他有一个脉络 这个脉络就是他过去的经验的脉络的累计 每个累计 刚才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学的报告也有一些观点 比如说两公益的位置 必须要跟这个县法位阶一样 或者是说台湾 因为没有办法到国际的这个法院 去做国际诉讼 所以国内的法官都必须要非常了解 两公约 那事实上不是只有国内法官 应该是国内的所有公务人员 甚至所有的什么 所有的民众都必须要了解 那当然还有一个学者 一个特别讲的是责任跟义务的问题 责任是我可以去做 义务不是是你必要去做 像这样的概念 像这些诸如此类的概念 或者是还有一个是世界人权宣言 是所谓两公约的基础 所以这种普世的价值 就必须要到每一个地方去 针对两公约的第三次国际审查委员会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 我相信大家看了 国内的关心人权的这个人 看了这个报告 都会大失所望 我们的执法者 执政当局 绝对不愿意 要把酷刑放在刑法中 我看了这个 结论性的 意见与建议中提到 所以我们的政府官员这样说 刑法第125条 以及刑法134条 将累计 构成一项特殊的酷刑罪 我看了以后 看了这个说法 我不知道政府官员 是白痴 还是 智商有问题 我从来没有看到 一项所谓的罪 是用 两个靶条还加上累计而成的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胡扯八道 我只能这么说 尤其啊 刑法134条 是针对公务员 利用他的权力 机会跟职位 去故意犯 任何人都可以犯的罪 而125条是 公务员 因为他的身份所犯的罪 这两条的罪 根本就是 不搭嘎的 根本就是 虽然可以互相的 来强化 公务员的行为 但是 这两个想法 这两个罪的想法 这两个罪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型 根本 而且应该讲说 在制定过程中 他一个是处理公务员的 这个本身在贪污独职的行为 一个是公务员处理别的行为 别的故意犯罪行为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累计 什么叫做累计 我不知道 我想一般人 字典上也找不到累计这两个字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有累犯 累计就是加种起来大概的意思 问题这两条怎么去加种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台湾的 我相信这个是法务部官员说的 这些法务部官员 根本就在欺骗这些所谓的 国际审查委员会的这些学者专家 而且这根本就是一个自欺欺人 也欺骗我们全台湾的人民 他就是不愿意用酷刑罪 审查委员会指出 台湾有许多针对执法官员的酷刑指控 但是这些指控没有适当的记录 只导致了纪律处分 而没有刑事起诉 由于刑法中没有专门的酷刑罪 因此无法对其进行适当调查 审查委员会强烈的建议政府 确立一个独立于所有执法机构的特别机构 迅速调查所有酷刑指控 且赋予该机构充分的刑事调查权利 连合格为了某个特定的人权 他必须要主张有个专责的机构 用专责机构 然后在一段时间之内 必须要assign一个人负权责 然后他必须要固定的 每年出报告 每季做什么样的讨论 然后呢 让整个联合国的会员 尤其是人权理事的会员 能够理解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概念就是也是人权 这是报告里面 我记得有第75 75跟76 也就是他对于台湾的酷刑的 这个没有成为专门的法律 可是台湾却有很多的酷刑的 这个案例 那我们人 我们官员 我们官员也怎么样 也公然说谎 说台湾目前已经没有酷刑的案例了 所以委员不相信啊 连续三次里头都讲这件事情啊 台湾到今天为止 没有针对酷刑啊 在刑法上有何 这个定义或者有何 制定 制定一个酷刑在刑法上 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重要是来自于 这是对执法者的 一项非常重要的 或者是非常严重的 一种约束力 执法者因为有酷刑罪的定力 他在执法的过程中 他就要考虑 手段的正当性跟目的性 台湾到今天为止 酷刑我认为 还是不断的在发生 只不过因为 你没有酷刑这个罪 所以没有办法去统计 到底有多少案子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 酷刑的情节 在有酷刑罪之下 政府需要 要确保 由一个独立于所有指法机构 这个指法机构 特别指的是法官跟检察官 对不起 特别是警察跟检察官 要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 来处理有关 酷刑的事 那我们的警察也好 检察官也好 甚至法官也好 哪里会希望 把酷刑的调查权 去交给一个独立的机构 今天台湾的司法 如此的 司法官人 如此的官官相酷 他怎么敢 愿意 把一个独立的调查权 酷刑的调查权 给一个 另外一个机关 所以 可以预见的将来 除非这个政府下台 台湾的酷刑罪 永远不会定理 您听过满清十大酷刑吗 光听就让人毛骨悚然 然而有一种酷刑 没有刑据 也能使人心生恐惧及痛苦 这种酷刑往往找不到伤痕 在太极门案件中 侯宽人检察官 违法收押太极门师徒四人 逼迫当事人说出 与事实不符之情势 过程明显不择手段 违法取贡 黄厉荣律师揭露 侯检用恐吓的手段 以压逼供 触犯了酷刑罪 而官官相悟的结果 导致侯检至今尚未被懲处 这种对于人权的破坏 行求逼供 用精神虐待 在指标性的太极门案件里 最清楚了 我可以跟第二位分享一下 当年呢 开机门这个指标性案件呢 当时侯宽人检察官 就用恫吓的方式来逼被告 以压取贡 当时侯宽人检察官呢 在85年1月16号 把关系人的身份 用关系人的身份 传那个 陈条新当时的被告的妻子 王云英 那根本没有管 王云英当时是任职于法务部的专员哦 他对职于法务部的专员都这样搞 违法把他放在那种激流 激流 激流人犯的激流室 他是关系人 不是被告 已经违法滥权 激压他的人身自由了 这样把他放在那个激流室 然后故意让那当时的 涉嫌人被告 陈条新看到他的老婆也在那个激流室里面 然后威胁他说你老婆你再不讲 配合威胁他指控掌门人 说要威胁指控掌门人做不实的指控 说如果你如果不配合的话 你看看你老婆啊 你老婆女儿可能就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照顾了 你老婆会被压 你女儿就没有人可以照顾了 这样子对于那个王云英 用这种方式然后让逼迫陈条新做 对掌门人不实的指控 这当然是非常非常过分严厉的 对精神的虐待啊 你要逼迫陈条新在掌门人 用良心的话 到底要不要说谎 到底良心的抉择在跟家人老婆 可能会被鸡押的时候 他要必须做这种天人交战的抉择 当然是逼迫啊 当然是严重酷刑啊 那最后也告知 王云英因为这样子被迫身心受创 最后提早退休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酷刑啊 那另外呢 甚至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侯官人检察官问难态度非常恶劣 还有侦察首会暴怒 他对掌门人还丢卷宗 还有甚至呢 掌门人的时候 故意不把他的手铐去除掉 根据法律的规定 讯问被告 刑事诉讼法98条 讯问被告的态度要有肯切的态度 不得用强暴脅迫 利诱诈欺 疲劳讯问或其他不正的方法 他用这种方式 还有 刑事诉讼法282条又提到 被告在庭的时候 不得拘束其身体 不可以拘束他身体 他竟然故意不解开掌门人的手铐 用这么恶劣的方式来逼迫 然后希望取得他要的供词 那甚至呢 还有检察官当时为了要达到陷害掌门人的目的 他还把那个当时的一个彭 彭斯姐呢 那是被告 把他提讯在地监署 故意不用五楼 故意不用那个正事 因为我们你所有的开庭都有侦察庭 都有固定的地方 要有侦察庭 他故意不用正当的方法 正事的侦察庭 竟然叫一个五楼会议室 把人犯带到五楼会议室 当然是一个违法啊 然后呢 在那边诱拐他 然后希望他能做出一些配合的供词 这么离谱的检察官 这么夸张的行为 在91年3月4号监察院 调查报告里面 就有把刚刚说的那些点都有列进去 还有八大缺失 甚至呢 里面还有提到说 调查意见里面还有提到说 他为了他还里面 还要去对太极门弟子 文思杰跟李正文师兄两个人 他只是在媒体面讲一下话 他就马上找人去搜索 这就是要禁止人家讲话 给所有的太极门弟子 谭谭笑意不敢讲话 不是吗 这不是另类的精神的虐待跟行求吗 我们真的觉得这样一个 不要不要讲其他还有说 很离谱的违反侦察 不公开的相关的规定 等等等等 那个监察院列了八大违法 重大为师 要求法务部从研究则易处 法务部有做吗 没有 包庇先放在那里 放到等过超过十年的 惩戒时效说 哦过期了不能惩戒 他有对于何官人 因为太极门案件有任何的惩戒吗 官员用欺骗 胡扯来遮掩真相 靠拖延抗拒人权脚步 专家学者认为此次人权体检 大大不及格 期许政府遵守国际审查会的具体建议 落实两宫约的施行 将两宫约提升到宪法未接 把酷刑罪纳入刑罚 让肆虐官员受到惩处 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让人民拥有一个人权与法治的好环境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见